备受关注的城跪高铁迎来新进展 今天全线节点性工程 宜宾东站铺通了站内新建轨道 现在是4月16号的凌晨零点 那么我现在是在宜宾东站的进站口 叫我身后就是一辆无扎长布机 那么我们的铺轨机的铺轨工作 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了 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站内铺轨阶段 我们计划是铺通这个宜宾东站 从进站口到出站口全部不同 今天计划6个小时左右 宜宾东站着两骨道正线可以全部不同 城跪高铁市井时速为250公里每小时 全程约632.6公里 起于成都市 途经梅山 乐山 宜宾 昭通 碧杰 置于贵阳市 其中 乐山至贵阳段线路为新建 建成后将接入已经通车的成眠乐客运专线 这个7点工期大概在5月份 可能到我们的四川站的终点 今天晚上通宜宾站 然后明天开始往长林方向开始开铺 城跪高铁预计明年年底全线开通 通车后 成都至贵阳将由目前的12小时 缩短为约3小时 城跪高铁将连接西城高铁 鱼桂铁路 桂广高铁 护坤高铁 与之形成四川乃至西北地区 通往珠三角 华东 东南等沿海地区的快速大通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